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歡迎您回到 新聞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我是錢子 介紹這一個小時的來賓 首先是張亞中校長 錢子好 大家好 賴維錢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以及評論員董事森 董哥 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在我們的天空 在我們的海上 一直不斷地有所謂的衝突 這是美國人 他們公佈的一段影片 殲-11進入所謂美國RZ-35的 偵察機三公尺的範圍 在天空中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看美軍今天公佈的畫面 這個畫面可能我們還來不及準備 來 畫面來了 畫面來 你看到就是從美軍的視角 來拍攝出來的 其實短短只有幾十秒而已 可是可能也某種程度凸顯的 當時的緊張狀況 您看到的就是 中共解放軍的殲-11 那他就在美軍的 RC-135偵察機的前方 上頭說是三公尺的範圍 可是因為我不是軍事專家 我看不出來 等一下老師可以告訴我們 是不是有這麼近 所以美軍的指控是什麼 他說解放軍 你迫使我美空軍迴避 你看到剛才那個畫面有沒有 這個解放軍在前面 美軍後來 他這個飛機是往下 有點一轉 轉掉了 就是他跑掉了 美軍跑掉了 他說他指控解放軍說 你態度很糟糕 很危險 空中接近 只能迫使我們迴避 可是我們必須說 解放軍越來越強了 這是事實 也不用去所謂的 不去看這個事實 解放軍越來越強了 那他們的態度當然 是不是越來越強硬 你看到最近 這半年來 我們把它整理在這裡 共軍的宣傳片 9月27號他們release的 他說殲-15飛越 美國的軍艦 從頭上15飛過去 然後6月6號 你看到澳軍 他其實也 澳洲的這個軍機 他指控說 他在南海上空 被解放軍用干擾司 來干擾他 差一點害他墜機 這是危險的攔截 6月2號是加拿大軍機 指控解放軍 距離6公尺比中止 他清楚的看到 飛行員比中止 這個是加拿大軍機的控訴 3月31號 有中美F-35還有殲-20 在東海交手 這是第一次 像這麼多的事件 在天空上 在海上都有 你可以看到西方的國家 不管是加拿大 不管是澳洲 不管是美國 都說這是中共要擴張 解放軍要擴張的野心 所以你看到 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 他說殲-20的表現 專業啦 控制力令人印象深刻 就是說 他們一方面在觀察 解放軍的成長 一方面忌憚 一方面圍堵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另外我們看到 中美的軍事對話 不是在Nancy Pelosi 來台灣之後斷了嗎 那時候中共很生氣 勞共就氣喘喘 勞共就說八項 反制措施 它不是公佈了嗎 就是說包括軍事的對話斷 還有刑事司法的合作 還有毒品 各種的氣候變化的商談 都斷了 可是後來我們看到情勢有轉圜 因為有G20 你看到習近平跟拜登 不是也握手了嗎 可是軍事上面還斷線嗎 那東協的防長的峰會 魏鳳和Austin也見面了 也握手了 軍事人斷線嗎 還是說這三個 包括取消安排中美兩軍區領導通話 還有取消中美國防部工作會晤 以及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的會議 到底都還有在進行嗎 還是說 還是說其實現在都是中斷的 我們看到國防部講說 取消美中兩軍交往的活動 是針對美方的必要反制 這個很多的訊息出來 那在天空中在海中是不是更危險 因為你這個對話斷的話 是不是加深了擦槍走火的危機呢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最近中國大陸對岸 中共有一項人事的變化 當然對台灣來說非常重要 國台辦的領頭人換人了 換上宋濤 宋濤是誰其實他已經67歲了 過去依中共的這個接班的順序 或者是人事上的佈局 他已經要準備退休了 而且他這一次也沒有被選進 中共二十大的中央委員 可是習近平破例來任用他 外傳 那因為宋濤他是福建幫 是在福建任職 整整21年與習近平在福建主政的時候 高度重疊 用大白話來講外界認為 宋濤是習近平的人 所以破例任用 然後會尋夏寶龍的路線 夏寶龍就是習近平的親信 一說 未來會接全國的政協副主席 躍身副國籍的位階 所以未來有沒有可能 宋濤以副主席的身份 來兼國台辦主任呢 那這意味著什麼 對台灣政治 或是兩岸政治的互動上面 又有什麼樣的關聯性呢 你看到包括這個瘋傳媒的報導 到底是鴿派 還是習近平打算用自己最親近的人 來掌握台灣這個部分 他有其他的想法呢 請教賴老師 我覺得好不容易 在香格里拉會談的時候 那麼中美建立了一個軍事的 對話的一個管道 這個坦白說是很難得的 但是美國人搞兩手 就是香格里拉的時候 釋放出要給你建立一個 這個對話管道 接著佩洛西就來了 那對話管道就全部中斷了 這一次展現出來的就是 對話管道中斷之後 兩軍之間的危險的情況 所以美國現在又一直要求說 希望恢復對話的管道 但是不可能 中國大陸就說 那要看你怎麼做 那為什麼呢 這一次兩軍的戰績 尤其是因為美國的戰績 是西13洞 它飛得比較慢 然後這個殲-11是飛得比較快 也是超高音速 超音速的戰績 那很明顯你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的解放軍的 飛行員的技術都非常的精良 你飛到貼到這麼近的時候 這個是有三公尺這麼近嗎 其實是很近 但是是不是三公尺 那三公尺就等於是 我現在到你這邊就已經兩公尺來 對啊 那很近 對 那沒有那麼近 應該是更遠一點 但是我個人是認為 以飛機來說的話 貼得已經是很近了 那一個快速機 一個慢速機 那也就是說解放軍的戰績 很明顯是飛到你這個偵察機的前面 那對於它只要稍微減速的話 你偵察機的反應一定來不及 就碰上去了 而且這個解放軍的戰績 已經讓你看到它有攜帶彈 那解放軍戰績也不會只有一架 不會只有一架 還有遼機 還有遼機 所以其他的架在遼機在旁邊 警衛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這個戰績 你美國的這個西洋山洞 你有一些不禮貌的 或是危險的動作的話 後面很有可能就會把它的 那個色控雷達都會打開 準備要打下來了 那這個戰績本身 美國的戰績有二三十位工作人員 那這個一定是一個重大的事端 所以你會看到它馬上往下降 對 往下降的時候就脫離這個地區 每一次大陸的一個做法 通常都是你已經進入我的領空 或是進入我的領空的瓶林區 那麼也就是12海里已經接近了 所以要把你驅逐走 那通常都是美國不理會 那中國大陸是你不理會我就來嘛 所以你看這一次的 也絕對是美國進入了中國的空域 所以中國的動作就是驅趕你 那澳大利亞也是如此 然後你看到的就是另外一個 飛越美國的軍艦 這也一定是進入了瓶林區 所以解放軍的戰績 就直接飛越你的軍艦的上空 這一切動作 其實我覺得最值得看的是F-35 美國標榜的F-35是隱身戰績 那為什麼殲-20馬上就趕到 那就代表說 中國大陸可以看得到 美國的F-35的戰績 所以殲-20馬上就過來了 那美國當然回答是說 哎呀 這個很專業啦 但是這代表什麼 代表你F-35的戰機號稱隱身 但是在中國大陸的眼中 它的雷達是可以偵測得到的 我覺得這一點是要特別留意 那目前來講 美國也一點辦法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來挑釁嘛 不要忘了 這一些都是在中國的海域 不是在美國的海域 所以美國要把這個墨水噴到 就是我們講糞要噴到中國身上 噴不下去 為什麼 因為人家會問說 是在美國的空域 海域還是在中國的空域海域 很明顯的都在中國的空域海域 所以你澳大利亞也好 加拿大也好 美國也好 你是挑釁 並不是中國大陸 大陸挑釁 不過美國的說法是說是在南海 南海一定是靠近中國的領海啦 OK 反正不是在美國附近 整個南海都是中國的海域 都是我們的十一端線內 好 來 請教這個亞中老師 你怎麼看 包括這個宋濤的人事佈局 我來談談宋濤好了 我覺得這就是習近平 他用人的這個風格 我覺得同樣一個例子就是 駱惠玲 駱惠玲原來是 山西省的省委的書記 他在2016年 2019年下台以後 後來到人大一個委員會裡面 當一個副主任委員 可是他在2020年的時候 就被派到香港 做聯絡辦公室的主任 那整個就掌控 所以從2020年開始 習近平就把他的意志力 整個貫徹在整個香港 那香港今天的情況就是 包括他們的國安法 完全都通過了 所以換言之 今天宋濤 宋濤採取的同樣路線 宋濤你知道他是1955年出生的 那他現在已經67歲了 基本上已經退下來了 那大家原來想說 本來還外傳他可不可能 接外交部長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整個年齡 跟那個王毅是很相近的 而且跟王毅一樣都做過副部長 而且他還在中共的中央辦公室 外事辦公室裡面 當個副主任 主任是誰呢 就是楊潔篪 所以他是楊潔篪手下的 第一號的副手 那他整個這個廉支呢 其實跟王毅是同一級的 所以他算是一個 在現在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位人士 那現在呢 把他派到這個香港來 就剛剛講 跟那個駱惠寧的螺絲 我先不談這個 我是駱惠寧的螺絲 也就簡單來講 從一方面呢 那就是習近平 整個完全貫徹他的意志 接這個國台辦主任 接國台辦主任 那我們也知道 現在國台辦包括劉潔一 還有三個副主任 全部都已經下台了 那他今天接這個國台辦主任以後呢 一定是用新的一個思路 那包括我們下次再看 到底哪三個當副主任 我們就知道他未來的思路 大概在哪個方向 所以這是非常清楚的第一個 第二個呢 以前是國台辦的主任 雖然他是正部級的 可是你不要忘了 他這個宋濤 他本身現在在他卸任以前 他就是中央聯絡部的部長 他是中共的四個大部的部長 一個聯絡部 一個文宣部 還有一個統戰部 大概在幾個四個部的部長 所以他基本上呢 他這個穩蘭位階就非常高 所以說不像以前呢 像王毅去從外交部的副部長 去幹國台辦的主任 就是說從一個副部長 幹這個部長的職務 也不像這個劉潔一 他是外交部的副部長 去接這個國台辦的主任 也是部長級 可是這個宋濤呢 他本身原來就是個部長 而且還算是個大部長 他來接這個國台辦 那換句話說 這就顯示出幾個意義在 第一個意義在於說 未來的國台辦 他的位階一定相當的 自然而然就提高了 因為這個主任的位階比較高 特別是你說現在的 大陸的外交部長是秦剛 那秦剛他在這個外交系統 他的整個一個身份 跟這個東西比宋濤那還是 他是junior 他比較senior一點 對 他是比較senior一點 那換句話說 我們知道以前國台辦 跟外交部的話 當時外交部高高在上 國台辦排第二 可是由於宋濤當了國台辦主任以後 那國台辦以後他的影響力 其實相當來講 就不會低於外交部了 也就是誰坐這個位置 影響就非常大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剛剛特別講 駱惠琳的例子 就他這一次是 習近平整個清定的 清定的就是說 你給我到國台辦去 那換言之 他將來在這個 當國台辦主任的時候 他是可以完完全全地貫徹 或者他瞭解 習近平的對台政策的思維 那習近平現在對台的政策思維 已經改變了 以往在二十大以前 北京對台的思維是 反獨觸統 那反獨觸統是反獨擺在優先 觸統擺在第二 可是這一段時間裡面 二十大特別 他已經政策做一個調整 二十大是觸統為優先了 反獨他根本已經看破手腳了 民進黨不可能反獨的 民進黨不可能搞真的玩獨的 所以他現在你看包括這段時間 其實北京有很多的智庫 大家在開會 開會什麼 討論如何治理台灣 也就是北京現在討論是兩個智 一個叫統 一個叫智 統就是什麼時候 用什麼方式來統一台灣 智就是萬一把台灣打下來以後 或者台灣解決以後 怎麼去治理台灣 所以我們現在面臨的兩岸的情勢 宋陶一上台以後 其實大家已經看得出來 除了二十大的報告以外 包括現在宋陶的上任 整個兩岸的情勢 其實已經發了一個 驚天動地的一個改變了 結構性的改變 那我們看看我們怎麼因應 民進黨還在抗中寶台 到底怎麼去論述 那我們的在野的中國國民黨 它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一個大的 兩岸的大論述 我覺得這個問題 才是我們自己要認真去面對 去思考的 中共已經變了 就對岸對台灣的政策 已經有很大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可是我們完完全全波瀾不星 我們都不知道嗎 是這樣子嗎 來 請問董哥 因為我們是兩岸美中的一個棋子 那其實非常清楚 大家看其實這幾年的變化 也特別的強烈 首先講共機 共機這件事情 其實它顯現的是什麼 顯現是美國通過國防授權法以後 中國大陸很多民族主義的味道又出來了 那這一幕就是我飛機跟你接近 就像我們標題所講的 膽小鬼遊戲 2001年曾經發生過 那時候海軍有個飛行員 叫王偉 那他也是 中共的偵測機接近了 他開殲8 接近 後來兩個飛機相撞 對 相撞以後 王偉跳傘 那美國的飛機受傷 跑到海南島的機場去 是 等於說他就降在那裡 對 那王偉呢 王偉大家認為他是人民的英雄 到處到好一站找 發動多少人去找呢 十萬人 找不到 後來他被中國大陸 列為革命類似 這是一個驚人最高的榮耀 然後一級戰士 革命類似 那其實那時候的民族主義很強 可是那時候中國大陸的 經歷比較差 所以江澤民說 只要求美國道歉 美國為了道歉 還改了六次的道歉書 用英文寫 那江澤民很氣 他開始很氣 所以美國連預計 excuse me 都不講 那那時候大家就 江澤民又來講英文了 那其實那時候 那一幕很多人印象很深刻 可是21年以後 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美國實質上在 對蔡政府拋滅眼 要他搞台獨 可是嘴巴講的又不一樣 那現在的國防授權法 包括今天我們看到的 火山布雷的系統賣給台灣 這是拜登第八度賣金售台灣 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 你們不要 美國必要收一套做一套 所以他變成金方會有一些擠動 那這種擠動 讓很多人 就是說在民族主義 他得到一個鮮血 那這一次當然 我們講 其實你現在 中國大陸的經歷跟過去 差別很遠 各位看最近有個消息 英國跟日本跟意大利 合作 中國要發展一個戰機 是 因為他們認為 F-35不夠看 什麼逆裝飛機 引擎飛機 不夠看 我們要發展一個比你們更好的 因為美國 雖然賣給蒙古 大家認為這個不是最好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對付不了 中國大陸的殲20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的情況跟過去不一樣的話 那台海也不一樣了 這就是目前的現狀 沒有看 沒有錯 習近平他到底要怎麼做 其實不只是我們台灣在看 全世界都在看 包括俄羅斯的總統普欽 他最近 當然他希望 習近平幫他 在烏克蘭的戰場上 他某種程度也被拖住了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 習近平跟普欽 他們有一場視訊的會議 現在可能正在進行中 或是即將結束了 釋放出什麼樣的訊息來 觀眾朋友您看到 就是他們兩個 這個國家的領導人 透過視訊正在會晤當中 他們做成了一個決定 明年俄羅斯 普欽也邀請習近平 到俄羅斯去訪問 到莫斯科去訪問 當然急迫的區域問題是什麼 兩個人到底談了什麼 等一下我們都會有一些分析 不過我們來看看 所謂中俄加強戰略合作 這恐怕是西方的 這個想法是完完全全然不一樣 因為很多西方人 西方或者是這個評論者是說 哎呀 這個習近平不會跟俄羅斯 這個合作了 他其實不太支持俄羅斯 去在烏克蘭的戰場上面 習近平疏遠了普欽 包括你可以看到華爾街日報 都這個持反向的一個說法 他說其實你們都錯了 中俄的關係還在持續的深化 那美國當然希望削弱俄羅斯的力量 可是中國跟俄羅斯 用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嗎 背靠背嗎 普京的戰略布局是拉席來反制美軍嗎 我們來看看一些比較基礎的一些分析 資料來源是瑞士信貸 我們可以很粗淺的看到 現在世界軍力強度的排行 美國的總分是94.4 他還是世界第一強 第二強的俄國 其實我懷疑他已經更弱了 現在是80.5 有沒有被中國趕上 幾乎跟中國一樣了 也許再過幾個月他會往下降 所以老二跟老三是不是聯合起來 要對抗老大呢 機器學人說 新強權的競爭時代來臨了 中俄將衝擊既有的地緣政治秩序 所以您看到我們的電視牆上面 這三巨頭 美國 俄羅斯跟中國有競爭 有合作 還有一些反制呢 那美國的盟友呢 美國的盟友看起來當然很多啦 您看到包括澳洲 您看到包括日本 韓國 南韓 可是一方面 他們跟著美國老大哥對抗中國 可是另外一方面 貿易 經濟上面 他們有自己的看法 或是他們有自己的動作 像是您看到的 澳洲的貿易部部長法瑞爾 明年有可能訪問北京 他說如果中國取消制裁 澳洲這一些 包括紅酒 牛肉這些東西 我會善意地回應 我也會撤銷對中國 像WTO的申訴啊 包括您看到的 艾班尼斯 澳洲就說 那陸客現在不是1月8號要放寬了嗎 他們可以出境了嗎 我對陸客的入境規定 我沒有改變 可是包括美國 日本 韓國都會加強嚴格地 對中國大陸的旅客做入境的檢疫 而南韓昨天發表了印太戰略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他稱北京是重要夥伴 可是包括日本 包括美國 都說北京是重要的挑戰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小地方看到一些美感 然後最近菲律賓的小馬克 是也要到中國大陸了 跟中方簽署14項的雙邊協議 所以這個是進跟和 老師 我覺得現在談話還在進行中 那他們採取的是封閉式的一個談話 也就是說不對外公開 那等到結束以後 雙方協商 然後哪一些東西要對外公開 公佈 那麼各自可能會對外公佈 這是今年第三次的會面 前兩次都是面對面 一個是在東澳 一個是在上海合作組織的時候 雙方有面對面的會議 本來在集團體的時候 原本也是會有會見的 但是由於普丁最後決定 不去參加集團體 所以習近平在集團體的時候 會見很多國家的領導人 也跟拜登也見了面 但是沒有跟普丁有見面 這一次就是現在正在展開的 那就是雙方用視訊的方法 面對面的會面 在之前的時候 俄國是多次的吹風 也就是說俄國對這個會面的重視程度 比中方的還要高 所以一直對外吹風 看起來一開始的時候 俄國所釋放出來的消息 是剛剛 對 還很熱 對 剛剛才出來 他是祝習近平跟中國大陸的民眾 新年好 新年快樂 還有祝農曆年的新年好 這是代表雙方之間的關係 是很有善的 王毅在12月25號的講話中 他提出明年有六個重點 但是我們看到第一個就是元首外交 元首外交 他有提到 中國要充分利用主場外交的優勢 所以這個一帶一路的第三屆的峰會 在北京要召開 還有就是多國的雙邊的會談 例如說已經公佈的 1月3號 4號 5號 這個菲律賓的小馬克寺 要到北京去訪問 會簽訂十幾項的合作協定 這代表說彼此之間 已經開始在展開了 那當然法國的總統等等都來 可是我覺得目前來說 普丁一直在強調的是 中國邊界的重要的問題 俄羅斯邊界的重要問題 都要會談 這代表什麼 日本的新安保算法 那麼中國大陸跟俄國 會有一致的態度 是 朝鮮目前所提升的 這些朝鮮半島的衝突 會有一致的態度 台灣的問題會有一致的態度 那俄國這邊的邊界問題 也會有一致的態度 所以我覺得 雙方之間談得很深入 好 我們來問一下張老師 您怎麼看像這樣的現象呢 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們可以幾個角度來看 談這些問題 以前我們需要確定一下 真的國際關係上 沒有永久的盟友 也沒有永久的敵人 只有國家永久的利益 即使現在看起來 中俄之間的關係 是持續地深化 但是我們換個角度來講 從俄羅斯的視角來看 俄羅斯的視角是看什麼 比如說這次俄烏戰爭一爆發以後 俄國的經濟不行了 俄國最需要朋友 需要全世界 那中國大陸當然最重要的 包括你看後來為什麼 中亞 中極烏鐵路後來開了 原來中亞地區 搞了十幾年開不了 可是俄烏戰爭一爆發以後 就開了 因為它現在需要中國這個朋友 為什麼在中俄 在最近開始軍事演習 站在俄羅斯的角度來講 如果讓中俄的演習 讓整個日本 整個美國 在東亞這一塊受到壓力的話 站在俄羅斯的角度來講 它也可以減緩 美國對它在歐洲的一些壓力 所以它也是自己的利益的考量 那對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它現在要全世界交朋友 俄羅斯願意跟它好 那我們剛剛很多的商品 它這個商品賣到俄羅斯去 可以賺多好的錢 最近開始要準備 共同開發的蘇聯的遠東地區 大陸從這個角度來講 思考它的經濟利益 我們知道其實在國際關係上 我們從冷戰以後 以前一直在討論 一個叫做霸權穩定理論 其實全世界也願意有一個霸權 因為一個老大哥嘛 他如果好好做 大家安穩嘛 對不對 特別冷戰結束以後 美國就是真正的霸權 但是霸權有兩種 一種叫做散霸 一種叫做惡霸 對 以前美國認為它是一個散霸 為什麼是散霸呢 因為它懂得把它的公共財分出去 給國的國家一些貸款 讓各個國家的商品 很容易地減低關稅賣到美國來 然後美國人民可以享受 這麼低的關稅 很好的福利 然後美元又可以迫進到全世界 這是符合美國所有跟它的利益 可是美國自己出了問題了嘛 美國現在自己國家內部出了問題 它現在變成一個散霸 現在變成一個惡霸了 你看看 包括在中東的地區 包括在中亞地區 包括在韓國 韓國也是考慮它的利益 雖然你美國叫它跟它搞這個 美國跟它搞晶片式聯盟 可是它想到說 那我的未來怎麼辦 所以它即使美國把中國大陸 現在當成戰略對手 可是韓國也還認為說 它是我的重要夥伴 是 對不對 那澳洲我們也看到了 澳洲也在調整它的一些做法 所以簡單來講 中國大陸是運氣不錯 它現在真正掌握了一些 重要的戰略機遇期 而這個戰略機遇期 是誰 是美國給它的 是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 所以想做一個惡霸 然後在全世界各個朋友 越來越少 那經濟又是很重要 天天談政治 談安全經濟的事情 那經濟上大陸現在恰恰好 它還是世界一個工廠 它既是世界工廠 又是世界的市場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的時候 這個局勢就開始發生 巨大的一個變化 是 所以Made in China 很多國家還是離不開 我們先休息一下 歡迎您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我是錢子 介紹這一個小時的來賓 首先是賓哥 夏安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立正前將 將軍 錢子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以及郭正亮博士 郭正亮博士 我們來看看 當然國家要有國家的軍隊 國家要有國家的武力 尤其像台灣 我們面對的是非常強大的對岸 南韓也一樣 南韓在38度縣的北邊就是北韓 最近發生的這件事情 讓南韓的總統 非常非常非常地生氣 北韓的無人機 飛到首爾總統府頭頂上了 結果南韓的軍方在幹什麼 漏洞百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尹錫悅他罵人了 他說搞什麼 國防部長幹什麼吃的 北韓無人機連續兩天入侵 軍方沒有擊落半價 我們來看看五角大廈 這是美國的報告 他特別其實不斷地在提醒世人 中國的解放軍 越來越強大 2049將會成為世界級的軍隊 如果說連北韓 這樣子看起來 沒有這麼厲害的軍隊 都可以用無人機去公佈 南韓總統府的上空 這個防空網是不是自由世界 或者是說民主陣線的 這個防空網很差呢 我們再來看看 包括因為在南韓 他其實還有美軍住在那裡 我們台灣到底要怎麼因應 習近平的佈局又是什麼 我們必須要知道 因為他是我們的敵人嘛 那習近平在2022年 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突圍年 他現在在冷凍日韓 跟日本韓國的關係 他有點冷凍 有點故意要給他們點顏色看看 對五眼聯盟 是不是堅不可摧 他也想把他們容兵看看 你看還有歐洲 也是他的重中之重 我們看到日韓中第三年 停止領導人高峰會 過去每一年他們都有這個高峰會 那當然前三年是因為 前兩年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今年疫情看起來 連中國都趨緩了 中國都開放了 不是趨緩 就是他們開放邊境了 可是領導人的高峰會 還是沒有召開 這就可以看得出來 習近平恐怕真的 真的要讓日本跟南韓的關係 降溫了 而我們看到 包括法國的馬克宏 包括紐西蘭的總理 還有澳洲的總理 他們陸陸續續都要去訪問中國 那當然也是為了他們自己 國家的包括經貿 以及外交關係 那中國在現在 他突圍了第一島鏈了嗎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新聞的報導是 這10天之內 中國大陸的遼寧艦 在沖繩 歐堅達瓦 東方的八字形打轉 你看到這個圖 八字形在這邊打轉 並且逼近關島 那這個艦載機起降 260架次 於是就有人說 他們 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可能已經把第一島鏈給打破 而且是要 往關島的方向來前進了 與此同時 我們看到中國跟俄羅斯的關係 越來越緊密 他們的海軍聯合演習才剛剛結束 而演練的科目裡頭 包括什麼 捕捉敵方的潛艇 那美軍的潛艇 也在這個南海這一帶 包括在台灣 在這個日本 南韓這裡 不斷地出現 他們是在做這樣的演練科目 那目的又是什麼呢 美國智庫說 解放軍基地20年之內 恐怕會擴及全球 這也是美國有很多的論述 認為如果中國的軍力投射 可以到第二島鏈 那麼就危險了 五角大廈說 2023年 也就是明年 再過即將兩三天的 明年到來之後 美軍這一世代的 亞洲大轉變年就要來了 恐怕會面臨後勤 跟政治的障礙 你看到軍事上面的對壘 跟軍事上面的 中美的一個 恐怕是互相 在看對方要出什麼招 而在科技上面 我們講了很多次了 中國科技現在被封鎖了嗎 中國科技它有在反攻嗎 包括華為 我們看到它在圍堵 美國的圍堵 抖音在美國也是全面禁止 可是您看到的這個 巴斯底報 這個是在香港的一個 比較右派的報紙 比較電製派的報紙 它有特別講到說 美國為什麼這麼害怕TikTok 我們要知道 現在全球每天有10億人在用 抖音 台灣有很多人在用 每天累計起來的使用時間 超過9萬年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數字 很多人沒有事 就把這個抖音打開 看看短片 有人在拍短片 所以美國能夠不怕嗎 他覺得這個軟實力的影響力 非常的可怕 那包括美國13歲到17歲的青少年 有3分之2在使用TikTok 所以 所以美國當局就非常的害怕了 那你也可以看到 包括華為 它要新增市場 佔比是25% 這個是華為的公主 他們要做這樣子的一個佈局 而另外華為的專利變現 授權頂級車器 在車子上面 可能他們也會把它授權給 賓士 寶馬 Audi 還有保時捷等 非常第一線的 非常頂尖的車子工業來結合 另外我們再來看看 美國它當然自己國內 因為它是兩黨的政治 它國內有很多的問題 包括最近天氣 全球氣候變遷底下 你可以看到 美國正在經歷這個暴風雪 可是在這個時間點 拜登總統跑去度假了 所以在野黨 共和黨的議員群起公知 包括他們罵什麼 他說拜登 你去溫暖美麗的地方度假 可是很多美國人正在被凍死 因為天氣很差 有些人甚至連買這個 讓自己身體暖活的一些燃料 都買不起 而拜登下榻的聖克羅伊別墅 他的這個畫面也曝光了 你可以看到 包括受到國宴邀請的富豪 提供給他這樣子的一個度假的別墅 都被起底了 所以這也加深了拜登的仇恨值 另外我們再可以看看 包括保守派最高法院 再次成為拜登2023年的威脅 怎麼說 法官將對學代 還有移民政策做出判斷 這是NBC的新聞 而拜登也承諾 每年114億美元的氣候 援助貧困國家 可是共和黨反對了 他覺得自己美國人也在受苦 你把這些錢拿去給貧困國家 對抗氣候變遷 他們認為是華而不實 我們來問問看亮哥 亮哥你怎麼看 包括習近平 他的野心很大嗎 第一島列開始要被突破了嗎 我韓國本來 因為這個朝鮮半島的統一 本來就需要中國幫忙 這是現實因素 所以它本來就跟日本不一樣 那大家只是台灣 台灣就是不求聖節 都隨便都把它兜在一起 實際上韓國最近有兩個動作 都凸顯不太跟進調子 第一個就是三星跟海利斯 也被美國施壓 那韓國政府並沒有站在 美國政府那邊 它就說企業自己決定 不像我們王美花 還特別跑一趟美國 然後回來還鼓勵 台積電要擴建計畫 從120億變成400億 我們對美國幾乎都是百一百順 然後聯合國昨天 剛公佈了它的亞太安全戰略的報告 那它的立場跟日本剛好相反 它還是把中國列為重要的合作國家 所以我坦白說 亞洲國家 很多國家都會找自己的空間 事實上包括新加坡 包括菲律賓 他們也都不願意一面倒 事實上 現在連澳大利亞都沒有一面倒 現在全亞洲 搞不好是全世界 最一面倒的國家 只有立陶宛跟台灣 還有日本 我覺得日本也沒有完全一面倒 沒有完全一面倒 就是立陶宛跟台灣 你就感謝我們的蔡英文跟吳釗燮 造成這種局面 OK 那這個是國家之福 大家可以想一想 那另外我覺得 中國大陸確實有一些技術 可是那個技術 有沒有那麼大的威脅 我認為紐約時報是誇張 TikTok在美國使用的人 超過一億 而且主要是因為透過短視頻 不只是生活娛樂 主要是很多人在裡面 得到一些小收入 所以你如果要盡它的話 我覺得反彈力道會蠻大的 而且可能裡面 大部分都是25歲以下的人 是啊 所以你真的敢這樣處理嗎 我是打個問號 所以你會看到 事實上最近生活 情況也不太好 那拼多多有另外一個APP 叫做Tame 那現在在美國 大概也是差不多 一個禮拜就有一千萬人下載 很多人下載 因為它便宜 便宜嘛 對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 恐怕你要去阻止真的很難 誰叫你貧富那麼不均 那另外還有一個下載APP 叫Shine 它就專門賣那個衣帽 那種東西 也是便宜 也是便宜 我有下載 也是 對嘛 所以我就說 有一些東西很便宜 可是有些東西品質不好 事實上拼多多也是 拼多多就是從淘寶淘汰出來的 可是也不是全部都是假貨 要找一下 對 就是你要找 那結果美國就是大家生活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種狀態 會使得明年 因為坦白說明年 我今天剛剛看那個日經亞洲 估計中國明年的經濟成長率是4.7 日經亞洲是很偏美國的媒體 很保守的估計 對 那IMF認為是4.5 你美國只有0.5 歐洲是負0.1 所以你去想一想 會有多少國家會覺得說 我要搭中國便車 他想要賺錢 是 沒有錯 那中國當然也會連動到 包括印度 東南亞 所以明年基本上經濟比較好的 都在亞洲 所以你看南韓就很聰明 他把中國稱為關鍵夥伴 他不像是日本 日本是重大挑戰 他把中國列為重大挑戰 所以這個名稱上就可以看出來 南韓是比較靈活的 我先講一下大家為什麼說 美國為什麼怕T-talk這個東西 可能大家不了解說 為什麼要害怕 因為美軍 其實美軍很多的年輕人 他也是年輕人 對 他喜歡玩這個 他玩了以後 而且他沒有限制 你知道 他在營區裡面就玩了 是 拍片 然後上傳 結果我們都知道 他有時候就穿著軍服就上傳了 那個軍服上面都有標誌 像我們知道哪個旅哪個旅是什麼標誌 所以你只要一看這個標誌 就知道這是什麼部隊 是炮兵還是飛丹還是哪個旅就知道 而且 軍事機密就出去了 對 不是 它這個東西一出來以後 而且T-talk它可以定位 定位在什麼地方 然後從 像我們學軍事 我當過情報處處長我知道 就從這個標誌來定位它的位置 從這個部隊的位置來研判 它後續的戰略行動 比如說炮兵他往前面推的話 他就準備攻擊了 炮兵往後面撤的話 他就準備守勢作戰 結果後面可以研判出來 很多他的戰略行動 他現在公務機關已經禁用了 對 所以他說 美軍國防部開始就禁用 對 公務機關不能用 他就怕說美軍的年輕人 可是我覺得這個不對 你應該是 不是說禁用 而是說你不應該在營區裡面使用 或者是不要再穿個軍服 或什麼來拍攝這種影片 對 上傳 這樣的話我覺得是比較合理 其實像我們國軍也是一樣 我們國軍很多 以前很多年輕人 也是亂拍影片 那之所以講說 遼寧號這個突破第一島鏈 其實美軍早就已經 退到第二島鏈去了 不敢講 但現在我們從幾件事情來研判 譬如日本來講的話 其實美國來講 他原來目標是第一島鏈 能夠防守住 這個原來對蘇聯 現在是為了對中共 其實他現在已經戰略退縮了 他知道說是中共來講 他擋不住了 所以他希望說第一島鏈這些國家 自己能夠建立防衛武器 我們從日本開始看起 日本剛剛通過了 安保三個新的條約 對 其中美國就同意他 發射巡域飛彈 戰斧性的巡域飛彈 而且直接可以攻擊敵人的 相對敵國的本土 以前他不可以的 現在可以 代表說他希望日本 自己能夠建立自己的國防武力 那韓國也是一樣 對不對 那更不要說我們台灣了 所以我們兵役延長 你說蔡英文說 沒有美國壓力 那是騙人的 他就是叫你台灣 自己建立自己的防衛武器 沒錯 美軍準備要撤離 第二個證據 就是我們前一陣子 在華安太平洋軍演的時候 美國有一支部隊 新陳列部隊 叫做濱海戰鬥團 那濱海戰鬥團就是準備來 就是當他的這些 航母沒辦法進來的時候 他用濱海戰鬥團 來到第一島鏈這些島嶼 從上面從日本的 從我們的宇納國島 然後往上面來講到洛爾島 還有這些 第二線來講 他關島 天陵島這些島 他都建立這些 濱海戰鬥團的部隊 就是他的航母不會進來了 他就準備用這些濱海戰鬥團 以陸至海 所以從這些 不管是戰略部署 這個部隊裝備的改裝訓練 還有各國的戰略目標的修正 我們都看出來 其實美國已經是 知道中國來講 他對抗不了 他已經是向後撤了 他退到第二島鏈去了 對 退到第二島鏈去了 是 來 請教兵哥 兵哥 你怎麼看呢 其實我是覺得 他們這邊看起來 好像把中國大會形容得非常非常強大 你馬上20年之內就要跟我在那邊攪除世界舞台 請大家想像2049年 27年之後 習近平的野心 習近平那時候已經97歲 你確定嗎 你確定這是習近平野心嗎 其實你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就算是最樂觀的預估 也就是他們自己的評估 也認為2049年之後 他們才跟美軍屬於同一個量級而已 所以其實不就是這個意思 表示他們承認現在 他們跟美軍相比還是差距有一段 有一段實力上的差別 現在中國大陸 只是逐漸在靠近中國大陸的第一島鏈 他開始慢慢取得一些優勢而已 他在全世界的舞台上 跟美國實力其實還是相差非常遠 那美國更為嚴守的意思就是說 20年之內他就會攻到第二島鏈來了 很多地方都會 全球他都有他的基地 如果真的會發生這種狀況 那就表示美國已經衰退到一個 無以復加的程度才會出現這個狀況 因為美國現在就已經在圍堵這件事了 不是嗎 你就已經在他不管跟哪一個國家 有稍微緊密一點的合作 你就開始說絕對不可以 你不能跟他合作了 所以如果20年之後 真的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就表示20年美國衰敗到一個 根本已經落後到變成二流國家的程度 才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不然根本不可能嘛 所以我是覺得 美國現在就故意不斷地誇大 這種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包括TikTok 一夜之間改變美國文化 我就不知道這玩意 其實我有下載 但是我不喜歡用 這是你有實說的 對啊 我覺得這種講法真的太誇張 他只不過是一個 對這些年輕人來講 方便好用上傳影片 一些搞笑好玩 那甚至像亮哥講的 有一些人靠發這個影片賺點錢 只是這樣子成為一個年輕人的流行文化 但是不要忘記了 現在是數位時代 所有的流行文化來得快 去得也快 臉書現在已經疊成什麼樣子了 對不對 Twitter現在也慢慢開始走下波了 為什麼 你看數位的東西通常十年左右 我覺得以後以這樣世代更換 可能五年以後 TikTok就慢慢也不流行了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 你故意要去誇張它的影響力 那當然我也必須承認 剛剛將軍講得很正確 其實不是TikTok的問題 而是所有的這些網路遊戲 或是這些平台 都會暴露軍人的行蹤 沒錯 其實這次俄羅斯 好幾個軍官 就是因為這樣被弄死 你知道嗎 他們在玩電動嗎 對 他們自己自拍啊 玩電動上平台 打卡 對 就被人家標定位置 對 那同樣的那些恐怖分子 好幾個也是這樣被美國抓到 是 所以這個東西是 你自己的軍紀問題 你自己要有這種自覺 網路時代跟過去完全不同 好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好 所以這個包括使用這些 社交媒體 使用我們的這個科技產品 就會泄露你的行蹤 行蹤 這跟哪一種工具 可能沒有很大的問題 而是科技產品的問題 這個發生在我們這個世代 這個世紀的事情 觀眾朋友我們再來看看到底 到底烏克蘭戰爭會怎麼演下去 到底普欽在想什麼 我們來看看俄羅斯的外長怎麼說 他說我們一點都不急著停戰 幹嘛停戰 可是我們再看看BBC 它有一個年終的回顧 它就在看 它預測明年俄武衝突 可能有五種走向 哪五種呢 包括春天 春天可能是這個公事的關鍵 有可能開戰以來的重大轉折嗎 不過在這個時間點 泽倫斯基他在自己的總統府 他也發表了一個年末的感言 他講了幾件事 他說烏克蘭已經變成了 Global Leader 是這個所謂的全球領袖 而且他幫助所有全世界的人 更加幫助西方 重新找回自己 我們有他的說法 我們來聽聽看 所以我們說人有自信很好 只是真的嗎 你是Global Leader 烏克蘭是Global Leader 還幫助西方找回自己嗎 所以西方是迷失多久了呢 還有一些訊息其實也出來了 大家來判斷看看 包括無人機 僅用手榴彈 就擊毀了俄羅斯的T90M的坦克 以及包括有很多很多的訊息出來 與此同時 我們看到推特上有一個人 他辦了一個所謂的投票 這個人 Kat Tert 他有120萬的追蹤者 這個人在推特上非常有名 他辦了這個投票說 你信任澤蘭斯基嗎 有94%的人說 不 我不信任 我們來問問看亮哥 亮哥你怎麼看 烏克蘭的下一步 普京的下一步 我覺得哲倫斯基是進退兩難 因為美國不讓他退 你剛剛拜登找他去國會演講 他擺明了就是 他等於是出籃題給Kevin McCarthy 因為眾議院即將換共和黨 那拜登也很壞 他把原烏克蘭的450億美元 放在一攬子的1.7兆美元的 預算案裡面 我就看你共和黨怎麼表決 所以我覺得拜登也有私心 就是他明年大概2、3月 要宣布競選連任 然後他認為烏克蘭這個議題 對他民調有利 所以我認為在明年3月之前 俄烏談判不會有空間 因為烏克蘭沒有退卻的空間 那你可以看到他跟俄羅斯 提出了十大條件 和平方案 那其中有一個條件就是 要求撤出所有戰友的領土 所以一聽就知道是不可能談的 所以我們本來以為這個禮拜 普丁要對在國防部做重大訊息宣布 對 到目前還沒看到 他有宣告說要這樣做 對 可是 都沒看到 聽到的新聞都是不利的 包括白俄羅斯20萬部隊 可能要一起做軍事協調 包括他的經濟體制要調整為戰時經濟 包括動員的人力要從100萬提升到150萬 這個對烏克蘭都非常不利 而且據我瞭解 烏克蘭的軍隊年紀已經提升到30、40歲了 表示他有相當多的兵已經倒還了 已經折損了 已經折損了 那你的GDP只剩下1100億美元左右 只有美國的250分之一 你怎麼可能是全球的領袖呢 所以坦白講 我也不好苛責他啦 他真的很難為 他想要有所作為 美國會放你走嗎 他想要和談有可能嗎 事實上他內部一定也有激進派 是啊 那只有美國同意和談的情況下 烏克蘭才能夠有效整合 他內部的強硬派 不過另外一方面 因為他提出來的和談的和平的方案 又太過嚴苛了 所以讓外界覺得是不是真